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土耳其军队包围了阿夫林市区,却为而不打,不断使用重炮轰击和战机轰炸,现在更是击中了阿夫林市医院。 根据土耳其方面消息,已经有十几万平民从阿夫林撤离,远远超过从东谷塔撤出的叙利亚民众,土军希望能通过武力震慑的方式,将阿夫林市区的库尔德武装下走,避免像东谷塔一样。 打一场,阿夫林向战,土耳其外长称,土军将在五月前,结束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,埃尔德安更是放言一天就能拿下阿夫林市区。 不过,土耳其的胃口显然不是一个小小的阿夫林就能填满的,土军还将陆续控制曼底纪、拉法和右发拉底河东岸。 土耳其外长说这话的时候信心十足,很明显已经得到了相关方面保证。 根据土耳其与俄罗斯和伊朗达成的相关协议,土耳其军队可以在叙利亚北部指定区域建立12处观察上,约100辆土军装甲车,推土机、物资车组成车队,进入阿勒坡7公里处的安登镇,建立观察上和俄一土战区,调度信息分享中心。 现在在阿夫林地区的除了库尔德武装外,还有2000多名美军和叙利亚政府军部队,美军从一开始就拒绝土耳其方面的警告坚守在这里,相比之下,俄罗斯方面在放狠话后,很快就将在这里的300名俄军,在土耳其军队监视下撤离,行动之匆忙,甚至连其装备的BTR-80装甲车都扔下了,成为土耳其军队的战利品。 旭军已经进入阿夫林市区,建立了多处据点,但旭军主力目前正在东谷塔,在阿夫林的旭军属于新建部队,虽然有亲政府民兵的配合,但战斗力十分有限,难以阻挡土军的南下,在土耳其与俄罗斯、伊朗达成的协议里,叙利亚政府明显被排除在外,只是在协议达成后才被通知,巴沙尔纵然不满, 但实力不济无可奈何,按照土耳其方面的进军计划,一旦其完成,将控制去北部相当一部分地区,这会对叙利亚政府形成极大影响,尤其是目击兵员方面。 现在因为有俄罗斯的缘故,土耳其不会打叙利亚政府的主意,但随着美军准备军事打击叙利亚政府军,土耳其的行动也变得更难以捉摸,谁也不敢保证,埃尔多安会下令土军给叙利亚政府背后来一刀。 本集完